笞植林 萊姆 看到最後我知道同學 只看到前面幾排同學 就已經昏昏欲碎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所教的最後第三節課的內容 我想要利用幾個題目 來問問看上個禮拜 最後那堂課的同學聽的情況怎麼樣 我念一遍 假設經濟體只有張銀 而且只有小王去存款100元 若張銀的存款準備率是10% 表示其有多少貨幣 可犯貸A100塊B10塊C90塊 租以上都可以 好 那麼接下來第二題 若央行規定的法定準備率是5% 表示張銀乃是市企經營需求 多了超額準備多少貨幣 表示張銀是根據 他的經營需求 所以他所訂的存款準備率就比法定準備率高了 一般大概多出來的部分 對這銀行來講是沒好處的 等一下我們做說明的時候再講 一般是沒好處的 所以通常如果央行規定的法定準備率是5%的話 那麼一般銀行大概都是以那個規定 那個央行的規定 來做他的這個準備金 那麼因為有存款者會來提款 所以一般他會按照央行的那個法定準備率的規定 比例去提搏他的準備金 除非這家銀行常常有人會去提款 所以他就會存款準備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這一個提款者 按照他們的經營的這一個平產所觀察到的 那央行的這個法定準備率還是偏低的 所以他就會根據他的營運需求 就會稍微多 稍微多一點這一個超額準備 所以這一部分叫做超額準備 那超額準備的金額是多少 好 第三題 現在 彰化銀行 彰營很順利的 將可販貸的金額均貸販出去 問 此時經濟體的貨幣存量 那同學我還是不忘在題目裡面 就順便在班同學 複習一下 這個貨幣存量又稱貨幣供給 目前是以M2的範圍在衡量 好 所以這個時候 經濟體的貨幣存量有多少 A100 B200 C19 我怕同學哪一個數據 你看的都不是很舒服 那我乾脆再多一個1以上皆非 那你應該會有一個答案你會選 好 那接下來這一題 因為有些字很難看 所以同學我才叫你先把這個題目 把它抄下來 好 我就唸一遍 因為怕有同學看不懂 好 若張營有部分金額沒有販貸出去 這個是新的啦 我們還有一個名稱 課本沒提啦 所以我在設計這題目的時候 就順便在這裡 就再跟同學補充了啦 所以張營如果有部分金額沒有販貸出去 那這一部分我們稱為 A 呆藏 B 爛頭寸 C 以善皆是 好 最後 若散數 散一體 續散體 好 續散體 好 續散體 沒有販貸出去 沒有販貸出去的情況 越嚴重 表示貨幣存量 就是經濟體系裡面的貨幣存量 的貨幣存量會 A 越少 B 越多 C 不一定 豬 沒有影響 有些題目你可能是看不懂啦 看不懂待會兒 我們先回答第一題慢慢下來 然後有哪一個題目我在猜 你可能看不懂的 我等一下再重新解釋一遍 那第一題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同學你已經決定答案了 麻煩遙控器拿起來 第一題的部分先回答一下 答案很明顯的 C是對的 所以存款準備率 意思就是 我必須要等著 有存款的人 他將來要提款的時候 我要準備讓他提款 所以如果存款準備率10% 所以就這個存款的金額當中 銀行只保留了10% 他準備讓存款者做提款之用 所以他10%就是10塊錢 所以凡是存100塊就保留10塊 每存100就保留10塊 每存100就保留10塊 另外90塊錢做什麼 另外90塊錢就是他要去賺錢 銀行要去賺錢 怎麼賺 就轉販貸給其他有資金需求的人 那因為販款利率會高過存款利率 就賺他差價 所以有90塊錢是可以販款出去 答案是C 好 那第二題 有沒有題目看不懂的 好 唸一遍 央行規定 法定準備率是5% 那就表示 彰化銀行 他存款準備率是10% 所以他超過了央行 所規定的5% 所以 表示彰化銀行 是根據他的經營需求 比央行的要求 多了多少 超額準備金 同學 我這裡給你問超額準備 沒寫金 意思就是超額準備金的意思 不然的話我這裡還有另外一種問法 表示 彰化銀行 多了多少超額準備率 那更簡單 所以你必須要把那個比率 再把它改換成為金額 因為我這邊是問超額準備 同學通常這樣問法就是 準備金的意思 如果說比率 我就直接會問了 多了多少超額準備率 所以這裡面寫就是 要同學告訴我金額 表示彰化銀行 他多了多少個金額 那麼不敢放貸出去 因為根據他的經營需求 所以他還是怕萬一 那麼有很多人要來提款的話 那個央行的那個法定準備率 還不夠他 讓這個存款者提款 所以他會根據他平常 他的這個交易金額的需求 他就有可能會比央行規定多嘛 你看多多少 多5%嘛 所以如果說我這邊問 表示他多了多少超額準備率 答案就是5%嘛 對不對 那你再把這5%改成 5%是多少金額 A 5塊 B 10塊 C 15塊 租 0元 答案是哪一個 我們答案是5%嘛對不對 代表說 其實按照央行規定 你只要準備 每100塊錢當中 你只要準備5塊錢 就可以了 不要放貸出去 那你既然準備到10塊 換句話講 也就是說你多準備了5塊 或者是你5%去乘100就是5塊 因為超額準備率 你多了 所以我在講這一個 就是在描述我們上個禮拜 這一個位置 上個禮拜這個位置 因為我怕同學已經忘了 所以設計這個題目 來讓同學複習一下 銀行如果有超過法定準備金以上的金額 那麼超過的部分就叫做超額準備 所以我們存款準備率 就是等於法定準備率嘛 再加上超額準備率嘛 你為什麼會有超過準備率 會有這種超過準備 因為一般來講 每一家銀行的情況不一樣嘛 所以我記得我上個禮拜 有告訴同學說 萬一有些銀行 他不去跟央行做借貸 我們之前說央行的業務是 最後資金的依靠者 但是我們有時候 商業銀行也不一定要去 跟央行借資金 像我這家銀行 我超額準備了5% 有可能今天來提款的人比較少 所以我超額準備了這5%沒有用到 但是另外那家銀行 他按照央行的規定 然後保留一定的比例 沒有放貸出去 結果不曉得為什麼 今天就是特別多人來跟這家銀行提款 所以他所準備的那個金額 要讓提款者提款的不夠用了 所以他就有資金短缺的情況 他不一定要去跟央行商界資金 他就可以跟同業的銀行 我這邊有多了 像我剛剛所舉的 我這邊多了 你那邊缺 所以我們通常在報章雜誌 你就會看到所謂的隔夜拆款 隔夜拆款 拆款就是借款 所以就是只借一天兩天的 因為我今天這個有準備金多了 我就借給你 我就給你拿隔夜拆款利率 所以為什麼有些銀行準備金多 有些銀行準備金少 就是因為那一天的提款的情況不一定嘛 所以為什麼有些銀行準備金多 所以萬一有人這個資金短缺的 我不一定要到銀行 這個中央銀行去借款 我就可以臨時跟這個隔壁的銀行去借點錢 來這個今天資金運用一下 好 接下來 現在彰化銀行很順利的 將可以放貸的金額多少 90嘛 對不對 就均放貸出去了 所以問這個時候 經濟體的貨幣存量是多少 原先經濟體都沒有其他的銀行 都沒有 也只有磨甲的這個小丸的這100塊錢 所以整個經濟體系就100塊 那我現在問同學 現在彰化銀行很順利的 將這個可以放貸金額均放貸出去了 所以這時候的經濟體貨幣數量 貨幣存量是多少 這個貨幣數量貨幣存量 我們目前用M2衡量嘛 同學根據上禮拜 那個M2是不是簡單的講 它是不是就是通貨金額 現在又要複習 那個什麼叫通貨金額 又要複習了 什麼叫做通貨金額 在前面的 同學我不出題目了 我直接讓同學看通貨金額的定義 在經濟體系流通的貨幣數量 好 那麼你看那個M2的 你看那個M2的 你看那個M2的 M2的 M2的是不是通貨金額 加什麼 加這些都是銀行的存款 銀行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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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堆咧 這一堆再看一下 這一堆也都是銀行的存款 所以我們簡單的講 M2就是通貨金額 就是市場當中流通的紙鈔鑄幣 再加上這些紙鈔鑄幣存到銀行 這些帳戶裡面 所以再加上銀行存款 好 小完一百塊 結果 把這一百塊錢 轉存了 這一個張外銀行的存款 轉存張外銀行的存款 那張外銀行的存款 再把這一百塊錢 放了九十塊錢出去 那我們現在要問同學 現在這個經濟體系的M2 有多少 A 100 2 B 200 C 190 豬 110 如果說同學以上都不喜歡 還有一個1以上皆非 答案是190 答案是190 好 來 所以我決定了 要畫一個錶 因為我本來不太想畫那個錶 所以決定要畫那個錶 因為那個錶是別的版本有畫 我們這個版本沒有畫 那個 這一百塊 請問同學 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所做的定義 在市場上流通 對不對 所以 一百 像我們講一百這件事情 你不要再 因為我假設其他 沒有其他銀行 沒有其他 這一個人們還有存款 就是只有小王 好 那 接下來同學 他把錢存到哪裡去 存到張銀 好 所以同學 錢跑到銀行存款 對不對 跑到銀行存款 請問同學 市場 市場當中 有沒有這一百塊了 還有嗎 通貨進而叫做 市場上流通的紙鈔鑄幣 現在流到了 銀行帳戶裡面去了 市場當中還有通貨進而嗎 所以這邊應該會怎樣 是不是要減一百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錢存進去了 存進去了 那同學到目前為止 M2 是不是這兩行相加 M2是不是這兩行相加 多少 還是一百嘛 對不對 還是央行印的那一張一百 我早上在上課的時候 我真的把那一百塊錢掏出來 因為假班聽不太懂 所以我就真的把錢掏出來 準備進行角色扮演 早上信號舉一百 舉一千的話 我身上找不到一千塊 我舉一百塊 好 那同學你可以看出來 到目前為止 那一百塊錢 就是一百塊 加起來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同學 彰化銀行還沒有放款 還沒有放款 意思是什麼 它還沒有創造貨幣 它放出去了 你就會看到 那個貨幣數量 就在創造 好 接下來它現在放出去了 放出去了 根據 這個 我們說法定準備 但是依照 彰化銀行的話 它的存款準備還比法定準備多 所以彰化銀行它保留多少錢 剛剛我們不是問同學 它保留多少錢 沒有放貸出去 同學 保留多少 10塊 所以它把 另外的90塊 假設 放貸給小李 對不對 就很順利的把它放貸出去了 所以當它一放貸之後 我現在問同學一個問題 因為把這個表寫出來 就會比較好講 請問同學 彰化銀行這邊的 銀行存款的 紙鈔助幣的數量 會因此少了90塊嗎 因為它手邊 還有10塊錢放在銀行裡面 它把90塊錢放給了 某一個廠商 那廠商就把錢拿來在市場商 做運用 所以它又跑到市場商 所以又叫做通貨金額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問同學也是 阿彰化銀行現在 會不會因為它把錢 放給了小李之後 所以這邊的銀行存款 會少90 不會 為什麼不會 請問同學 這一百塊錢 將來小王 會不會把它領回去 會啊 會把它領回去啊 所以 沒有說 什麼我把錢 帶放給小李 我就不欠小王 那銀行太好做了吧 所以我仍然還是欠小王一百塊 銀行存款裡面 我小王的這個銀行存折裡面 明明就是寫著 彰化銀行 我存在那邊一百塊 所以我就是還有一百塊錢的銀行存款 是屬於小王的 我不會因為我把錢帶換出去 我這邊的彰化銀行就不用 這邊就會少90 我的銀行存款就會少90 這個銀行存款是只小王的 所以當我放貸出去之後 請問同學 市場當中的M2的數量 現在變成多少 這兩個抵銷一百加90 一百九 一百九 有沒有 這時候的市場上 經濟體系裡面的貨幣存量 多少 一百九 但是你想想看 鴨行指印鈔票印多少 印一百塊 所以這一百塊錢在市場當中 我用M2的範圍去算 已經變成一百九 所以代表說我這一百塊錢的 那個紙鈔鑄幣在流通 所以我市場當中可以供應 一百九十塊錢的交易的需求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最後一句話 我們上個禮拜就是說 央行的印的那個鈔票叫做貨幣基數 整體經濟體系所擁有的貨幣數量 就叫做貨幣存量 又叫做貨幣供給 目前用M2的範圍在衡量 存款一百塊 然後把一百塊錢當中的九十塊錢 那麼帶給借款者 所以借款者從銀行取得了九十塊錢 所以這九十塊錢我這邊寫通貨進額 這九十塊錢我在這邊寫通貨進額 那麼貨幣供給 或又叫做貨幣存量 那就等於存款加通貨進額 所以存款呢 這兩邊抵銷存款有一百 通貨進額一九十 加起來就一百九 所以等於一百九 所以這裡寫等一百九 好繼續喔 所以剛剛我說這個地方 如果同學懂的話 我們還沒完喔 因為下一頁 貨幣創造的過程沒有就此結束 我們還有續集喔 還有續集喔 若彰化銀行有部分的金額沒有放貸出去 那這一部分的金額我們稱之為 A代站B爛頭吋C以上皆是 這個課本沒有 所以這個 好同學這個叫做爛頭吋 所以你常常在報章雜誌看到說 現在銀行的爛頭吋很多 就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有很多錢可以貸販的那一部分的錢 但是咧他貸販不出去 那為什麼咧 因為他也會選擇他的客戶對象 所以當他貸販出去 錢拿不回來 就才叫做呆帳 所以他要把錢貸販出去 他也會選擇對象喔 所以難怪沒有那麼好 把全部可以貸販的這個金額 都可以貸販出去 基本上銀行通常都會有 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爛頭吋 好最後一題 所以同學這答案是2 最後一題 所以續上題 這種爛頭吋的情況越嚴重 表示經濟體的貨幣存量 會越多越少不一定沒有受影響 答案是哪一個 所以表示1 表示1 好 因為同學 就在這一欄裡面 如果我100塊錢沒辦法把 當中可以允許我貸販出去的 全部貸販出去 例如我只貸販了50塊 所以同學這邊 這邊還有 除了10塊錢是本身的存款準備之外 還有40塊錢叫做爛頭吋 在這裡 所以因此 你現在只能放了50塊錢 還是只能夠放了50塊錢出去而已 那你說老師這樣子的話 要怪銀行的這40爛頭吋應該都還是加起來 因為它只沒有算這個 我們M度的部分 是這個加這個 那這40塊錢還是在銀行存款裡面 所以加起來應該還是190啊 怎麼會越少咧 這就是涉及到我們的續集了 我們續集繼續看 你就可以了解 若順這邊只販50跟販90就有差別 有爛頭吋越嚴重的話 市場上所創造出來的貨幣數量會越少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來今天就從這裡開始了 假設第一國民銀行的借款人 用90塊錢美金 所以那個借款人這一個小禮 就拿了90塊錢 假設是全部貸犯的話 先講前面那一種情況 全部貸犯的話 那他拿了這90塊錢 那又去在我們經濟體系裡面 跟某一個人買東西 然後這個人呢 將所收到的90塊錢美金 又存到第二國民銀行 我們現在關就這件事情 如果這個人 拿到了貨款的這個人 他又如我們現在題目所 我們課本這邊的敘述所寫的 他又把這一筆錢 又存到第二國民銀行 那存到第二國民銀行 那現在第二國民銀行那邊的 資產負債表 存進來存款 所以我就欠這一個人 這個存款者欠90塊 好 那第二國民銀行他會不會 就把90塊錢擺在銀行裡面 他還是可以放貸 按照我們第二國民銀行的經營階層 我們這邊又做了一個假設 假設他也是跟第一國民銀行一樣 存款準備率也是用10% 來保留這個準備金 所以90塊錢他就會保留 存款準備率10% 所以就是保留9塊 另外90-9塊81塊 他81塊錢就去衝刺業務 就把這81塊錢又帶放出去了 所以同學回到這個表你就會很清楚 如果這邊是90 會不會太黑 會喔 所以這裡 將來一定要把建議 那個開關要擺這裡 好 那同學 如果說是90的話 所以90小禮把錢 放到第二國民銀行 我們比如說是華蘭銀行 所以存進來了 同學我這一個動作有沒有 在整個欄位裡面有沒有少寫什麼東西 市場當中90塊錢的通貨進額 存到了銀行的存款 所以市場當中這裡 通貨進額會不會減少 會好 減少多少 就是 好 所以小禮把錢存進來 那存進來這個第二國民銀行 或者我這邊的例子叫做華蘭銀行 按照他們的這個存款準備率 一樣跟 彰化銀行假設一樣 好 所以90塊錢他要保留10% 準備提款者提款 10%就是只保留9塊 他還可以另外81塊錢拿來做運用 所以81塊錢就把它再放出去了 假設全部放出去 那同學放出去這邊會不會 就少81 這個銀行存款就少81 不會喔 小禮將來還會去跟華蘭銀行提領90塊錢 所以我這邊把錢放出去 我這裡銀行裡面的存款 存著裡面還是寫著欠人加90塊 不會因為你把錢放出去81 我這邊就會少81 不會喔 他把它放出去 比如說放給誰 放給了小張 所以現在回到剛剛所講的 如果說你爛頭寸越嚴重 所以這邊不是90 是剛剛所寫的5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說這邊有40塊錢的爛頭寸 沒有放到90塊 他只放到50塊錢出去給小禮 小禮只願意跟你借50而已 所以小禮在市場當中這50塊錢 他拿去跟人家買東西買東西 這一筆50塊錢假設 未來又都回存到銀行體系 所以你回存回來的只有50 按照這銀行的規定 他50 這個存款準備率 假設是10% 那就是放5塊錢 另外有45塊錢 可以帶放出去 所以你看一下 創造出來的貨幣 如果說你是90 然後帶放出去 可以帶放到81 如果說你只是這邊有爛頭寸 某個家銀行那邊有爛頭寸 那麼這一個張華銀行這裡有爛頭寸40塊錢 所以他只沒有帶放到90 他帶放到50 那50在經濟體系裡面流通 流通到最後回流到銀行體系 銀行體系譬如說是某一家銀行 那這家銀行就只能夠就這個50塊錢 然後來做帶放的動作 他也有可能會有爛頭寸 這邊假設又有一個爛頭寸在這裡 所以有爛頭寸的 他創造出來的貨幣數量 是不是就會越來越少 因為你看如果我90的話 來這邊先插掉 同學到目前為止 小李把錢存進來 這個錢再把它放出去 你看到這個動作為止 整個經濟體系的貨幣數量現在變多少 加100-100-90-90這邊都刪掉了嘛 對不對 整個經濟體系的貨幣數量是用M2來衡量嘛 所以整個一加答案變多少 271有沒有 100加90加81不是271 鈔票只有多少 只有那一張鈔票 100塊 100塊錢 只有100塊錢鈔票 結果在市場當中 跑出了271塊 所以銀行在做放貸的動作的時候 它是不是在創造貨幣 懂嗎 如果說有爛頭寸的話 那只有50 這邊存到50 OK 所以這邊50再換出去 假設放是15 所以它整個貨幣數量一定是比 全部帶放出去的整體的貨幣數量一定是偏少嘛 所以爛頭寸越多的 創造貨幣的功能就越少嘛 好 那同學 是不是無窮盡 錢存進去第二國民銀行 第二國民銀行又保留了10% 保留10% 就保留9塊 另外81塊錢 又把它帶放出去 帶放出去假設這81塊 所以我們這邊講還是講理想狀況 理想狀況 所以這81塊又存回到我們銀行體系 假設是第三國民銀行 第三國民銀行又保留10% 所以這樣點點點點下去 點點點點下去 點下去來看一下 這邊都可以插了嘛 好 所以我後來覺得還是要這個表 這個表會比較 同學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 同學這樣子點點點下去的話 在理想狀況之下 會變怎麼樣 整體無窮盡喔 無窮盡的話 整體市場當中本來小丸只存入了100 結果後續的這樣子的一個經濟體系的這個運作 假設是這樣子運作的話 最後M2數量等於多少 等於這兩欄相加 你看等於這兩欄相加 這兩欄當中你可以看到是 正100-100 正90-90 那這邊如果正81 這邊81存進來 那這邊就是市場上就會-81 所以這一欄其實都是抵消的 所以如果說在 我們剛剛所描述的那個劇情 那種情況之下 這一欄其實是等於0 那這一欄等於多少 這一欄是不是等於100 加多少 這個90嘛 90是等於100乘以多少 乘以它那個存款準備率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已經事先準備好了 我準備要倒公式了 所以就是100乘以多少 我如果存款準備率是10% 所以就代表著我可以 販款出去多少 90%嘛 所以我一一減掉存款準備率 就是我可以代販的嘛 我可以代販的 好 代販出去之後咧 那就是90塊咧 加一層就是90對不對 90 又回存到我們銀行裡面 好 所以100存進來加90 再加90 90 那這90將來咧 又會回存81 對不對 100放出去90 90回存之後 放出去81 81再回存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再回存 就變成81啊 這邊是90嘛 所以我90再回存回來之後 我只能夠代販這個90當中的 又是保留10%的存款準備率 所以是不是又只有 這個另外9層的部分可以放出去 對吧 所以整個當中 我又只能夠保留 10%的存款準備率 另外1-10%就是90%我可以放出去 所以就是平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只要寫到這裡 大概就知道了 點點點點點 所以原始的貨幣是100 這100塊錢 結果呢 存到第一國銘銀行 第一國銘銀行就把它放出去90 第一國銘銀行就把它放出去9 第一國銘銀行就把它放出去 100把它放出去 所以100當中 它第一國銘銀行就把它放出去90 翻出去 翻出去之後呢 那麼它再把錢存放到第二國銘銀行 第二國銘銀行又把它存存進來的這個錢呢 因為假設又很順利的全部代翻出去 全部代翻出去 那是不是就是81 81是不是就是等於1-0.1 對不對 然後1-0.1 再乘以1-0.1 我這個將來要寫好 要寫這個比較對啦 寫那個你們大概有問題要改用這樣子寫啦 所以這邊是100 這邊是90 這邊是81 81 好 所以81再代翻9成出去 對不對 回存到我們第二國銘銀行 第二國銀銀行 就只能夠就81當中的9成放出去 所以點點點點點 點點點點 所以最後的這個貨幣供給是不是就等於 100加上100乘以1-0.1 對吧 然後再加上 100乘以1-0.1 再乘以1-0.1 就是1-0.1的平方 是不是 1-0.1就是0.9 好 所以我是不是把100 把它提出來 等於 這邊都有一百 這邊都有一百 所以我把100提出來 所以提出來之後 這邊0就不理它了 這邊都有一百對不對 有一百提出來 所以這邊提出來這邊剩多少 剩1 加上 加上 這邊提出來 這邊剩多少 1-0.1 這邊100提出來這邊剩多少 1-0.1的平方 一值 點點點點點 這邊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 可以看出來 如果經濟體系是這樣子的運作的話 小丸存的那一百塊錢 的存款 透過銀行的 這種貸款的功能 如果他們都很順利的把錢貸放出去 結果市場商會變多少錢出來 會變成這麼多 這邊剛好是等比級數 我可以代公司 它的公比是多少 公比是不是都是0.9 就是1-0.1 對吧 所以我們公司會變成 1-掉公比 1-掉公比 都是1乘以公比 就是公比都是1-0.1 所以1乘以1-0.1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再乘以1-0.1 是不是1-0.1的平方 接下來是1-0.1的三次方 1-0.1的四次方 所以它的公比是多少 是不是1-0.1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無窮等比 1-0.1的這種數列的集合 它那個合 這個合的話 它的公式就是1-公比分之 什麼 首相 首相是多少 是1 所以它的整體的合 就會變成1-公比分之首相 有沒有問題 怎麼後面一大堆人趴著睡覺了 就跟你們講說這個會考 聽不懂要問 這個有很難懂嗎 這樣下去這樣下去 這邊很明顯的 就是帶公司而已 這個是真正在食物上央行 它就是拿這個在估計 所以你前面不聽的話 後面我再繼續講央寒的一些行為 你絕對聽不懂 後面同學有沒有問題 麻煩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